第四個遊戲 哈囉,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遊戲呢 叫做狂斬三國 狂斬三國呢 他是建立在三國的背景之下的一款 動作型策略遊戲 動作型策略遊戲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點擊開始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主畫面 我們點擊開始遊戲之後 它一開始它就會進入一個 類似介紹跟教學的模式 那 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進入一個這樣的玄關畫面 那這邊我們可以選擇關卡 它是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繞形的一個動作 那是從 它是從黃金之亂開始的 黃金之亂的故事開始說起 在右上角這邊的問號 我們可以點選一些選項 包括幫助啊 然後包括 回到主選單等等 這邊有個按鈕叫做挑戰 挑戰我們可以挑戰特殊關卡 這邊有個分享 分享微信的時候我們可以得到六千元寶 元寶呢是我們裡面的一個 算是金幣的貨幣 在這邊我們可以購買元寶或者是玉幣 那或是兌換的方式 那玉幣跟元寶呢 都可以來強化我們 左邊這一排 左邊這一排的一些能力喔 包含人物的裝備 裝備會解鎖 等級13 等級越高我們就可以解鎖裝備 那我們就可以去進行購買或就是打造的動作 那有用玉幣做打造的也有用 元寶金元寶做打造的 像我這些他都是用元寶打造的 那在這邊除了購買裝備之外我們這邊有個士兵系統 我們可以我們可以召喚自己的小兵 然後我們每個小兵呢有不同的特性 包含他的攻擊範圍攻擊速度等等 在這邊我們可以用金元寶做小兵的升級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升級前後的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升級前後的變化 這邊是我們的技能 人物都會有技能 在這邊點擊的時候我們可以他會示範給我們看 然後並且說明技能的 攻擊方式 以及說他的 他的傷害值 以及範圍等等作用 那在這邊也可以按升級 我們也可以看到升級前跟升級後的變化 戰鬥配置這邊呢是指說我們 可以在戰鬥中選用我們要的兵種 那如果不要的話就是按叉叉 頭上的叉叉我們可以把它換掉 那如果技能你想換的話也是可以喔 那我們人物士兵系統可以有三格 那技能系統可以有兩格 那都是必須要用育碧去購買的 那育碧購的朋友就可以考慮購買看看 我們挑戰關卡的話就是點兩下 點第一下選擇 點第二下就可以進入 那遊戲的進行方式呢 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他會自動攻擊 我們要做的就是左右移動就可以了 這邊是我們的血量 受傷的時候呢他會自動恢復 會慢慢的自動恢復血量 在這邊我們可以召喚我們的小兵 他會從城門出來 那如果沒血的時候其實躲在小兵後面等血回復是個很好的方法 點擊這個是釋放技能 那點擊這個呢算是大絕招 那遊戲結束之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要目標達成 那有時候會取得育碧喔 大絕招的施放方式啊比較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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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他的 像是他們你發現他們進攻的時候其實你可以後退 就不會被敵人打到 這是一個他的劇情喔 小劇小劇場 隨著故事劇情啊他其實會 會變換一些不同的劇本出來 那這邊是我們的任務 那如果要要施放大絕招的話就是按這個就可以了 大絕招施放之後呢 我們手指頭就是要必須的去畫 畫敵人 他會做連斬的動作 然後這個是技能 那這邊可以回到我們的主選單 或者是重新選關 或是暫停 都可以 那喜歡動作冒險 動作策略型遊戲的朋友啊 其實可以試試看這款 狂斬三國喔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喜歡三國的玩家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